第三百九十八集 将错就错 妈咪 你在跟苏伯伯聊什么呀 就在顾夫人要将顾佳佳不是他们女儿的事说出口 顾佳佳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 打断了两人 佳佳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下来接杯水喝 顾佳佳晃了晃手中的杯子 她的确是下来接水喝的 但是下楼的时候 她就看到了苏振兴一直看着厨房的方向 然后就起身走了过去 紧接着 就传来顾夫人的惊呼和压低声音的谈话声 顾佳佳嗆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 于是轻手轻脚走到了厨房外面 偷听两个人的对话 原来 苏振兴竟然是夏末的亲生父亲 还好巧不巧地把自己认错成她跟顾夫人的女儿 顾少环因为苏振兴对她态度地转变 顾佳佳看得明白 所以 才会在顾夫人差点说出真相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 打断了她的话 来 我们坐到那边 我给你倒水喝 苏振兴自然地接过顾夫人手中的茶壶 和顾佳佳先一步离开了厨房 回到客厅座下 顾夫人看着空空如也的掌心 叹息了一声 算了 有机会再解释吧 难得有机会跟女儿相处 苏振兴一直拉着顾佳佳聊天 顾佳佳知道了真相 也刻意迎合苏振兴 两个人倒是相谈甚欢 跟苏伯伯聊天可真愉快 我总感觉跟苏伯伯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呢 顾佳佳故意这么说着 是吗 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呢 苏振兴心情好极了 觉得顾佳佳会有这种感觉 一定是因为他们血脉相连的缘故 哎呀 苏总在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顾绍环处理完公司的事情 从书房里出来 就看到苏振兴爽朗的笑声 在聊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乖巧懂事 又会说话的女儿 可真是羡慕死我了 因为顾佳佳的话 苏振兴跟顾绍环说话也透着一种清净的感觉 顾绍环看了顾佳佳一眼 能把苏振兴哄得这么高兴 倒也不全是一无是处 哎呀 小小是个好孩子 就是前些日子办了件糊涂事 见顾绍环又提起他指使挨米伤人的事情 顾佳佳只能低头做鞍唇样 小孩子嘛 哪有不做错事的 顾总就没有跟年少轻狂冲动的时候 听了苏振兴的话 顾绍环看了顾夫人一眼 他年少时做得最冲动的事就是娶了顾夫人 所以嘛 顾总就不要对孩子这么严厉了 顾绍环点点头 看向顾佳佳说道 回头给你张卡 结婚的东西该买的赶紧准备吧 顾佳佳谢过顾绍环投给苏振兴一个感激的眼神 让苏振兴心里很体贴 有种被女儿倚靠的感觉 妈咪 爹地跟苏伯伯肯定还有事要谈 你陪我回房间吧 正好有些婚礼上的事 我想要跟您商量一下 看到顾绍环跟苏振兴又聊了起来 顾绍绍找了借口 拉着顾夫人离开 绍绍 怎么了 妈咪给你的那张卡不够用吗 顾夫人以为顾绍绍是真的有事找自己 不是的 妈咪 苏伯伯是夏姆的父亲吧 顾绍绍也不绕弯子 直接说道 你刚都听到了 顾夫人赶紧回头 去看了看房门 害怕她的话被别人听去了 嗯 妈 既然苏伯伯把我当成了她的女儿 咱们不如将错就错 顾绍绍拉着顾夫人坐到自己的床上 那怎么行 顾夫人甩开了顾绍绍的手 怎么不行 难不成你还想要认回夏末 顾绍绍盯着顾夫人的眼睛喊道 当然不会 顾夫人是恨不得夏末彻底从她生命中消失 那不就得了 妈咪 你想想看 爹地同意我搬回了住 是不是因为苏伯伯帮我说的好话 而且爹地现在对我态度缓和 也是因为苏伯伯 要是苏伯伯知道 我不是她的女儿 不帮我了 爹地还会对我这样吗 就当是为了我的幸福 妈咪 你也不要跟她说实话 好不好 顾小小再一次展开了眼泪攻势 可是 顾夫人有些松动了 但依旧犹豫着 她的确不想跟夏末再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也不想欺骗苏正星 妈咪 万一你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了苏伯伯 苏伯伯跟夏末相认 夏末告上你和我一状 苏伯伯转过头来跟咱俩算账怎么办 你觉得你跟苏伯伯的事还瞒得住吗 爹地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 顾家跟苏氏的合作还有可能继续吗 顾氏现在的情况危机 再也经不起打击了 顾小小的话 完全是为了顾夫人好 为了顾家好的意思 不 这件事不能告诉你爸爸 顾夫人被顾萧萧说得乱了心神 最终还是同意了下来 她根本不想让顾少环 知道她跟苏正星的过往 也不想让顾氏出事 顾少环有多珍惜顾氏 她是清楚的 所以她全然没有去想顾萧萧的话 其实 她除了不认夏末 根本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夏末的事 苏正星要找人算账 也找不到顾夫人的头上 妈咪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最终 反倒成了顾萧萧帮顾夫人隐瞒 苏正星从顾家离开后 时不时就让人给顾萧萧送一些东西 说到时候一定会出席顾萧萧的婚礼 顾少环也没有怀疑什么 只当顾萧萧是真的入了苏正星的眼 能够由顾萧萧当媒介 跟苏正星交好 顾少环也是六见其成的 甚至主动提出让顾萧萧任苏正星做干爹 夏末那边并不知道顾萧萧已经跟苏正星打得火热 她刚接到了刘露的电话 在公司门口等着她 你们什么时候回国的 夏末和穆罕宇一出了公司 就看到刘露和顾临北在等着他们 夏末松开了穆罕宇 准备去挽住刘露的胳膊 却被穆罕宇一把拉了回来 嘿 国外的戏份拍完了就回来了 顾临北说道 看到穆总醋亡的样子 刘露抿着嘴头笑 然后凑到夏末的身边 顾临北是被他妈的夺命连环阔给叫回来的 顾萧萧不是快要结婚了吗 刘露小声地跟夏末说道 夏末一挑眉 点点头 顾临北是顾萧萧名义上的大哥 顾萧萧结婚 她是得回来 你们两个一见面就说什么萧萧话呢 顾临北看着刘露从自己身边跑走 不满的皱眉说道 女人的秘密 刘露哼了一声 就不告诉你你能怎么样呀 你 好了 你们到中午的过来 没吃饭吧 要吃什么 我请你们 看着顾临北又和刘露要斗上了 夏末赶紧制止二人 美食方 夏末简直要被顾临北和刘露两人气笑了 这两人斗嘴的时候斗得欢 鹅人的时候倒还挺有默契 莫害羽叫来了司机 直接拉着他们往美食方去 对了夏末 小糯米怎么样了 之前跟夏末发微信 听夏末说小糯米受伤住院了 前几天刚出院 也不知道好了点没有 已经没事了 就是额头上留了个小疤 只能大点再做手术去掉了 小糯米那个伤口不大 但是很深 就算医生已经很小心地处理 但还是留下了伤疤 我们小糯米那么漂亮 还是个女孩子 脸上留了疤多可惜啊 要不是牧总的亲戚 夏末 你真的该好好收拾他们 刘露恨不得做小糯米的看妈 从夏末那听到事情的始末 就气得半死 这会儿听到小糯米的头上 要留疤了 更是心疼极了 忍不住抱怨了两句 好了刘露 他们付出的代价 已经够惨痛了 木孩羽本来就因为 小糯米脸上留疤不爽 这会儿听见刘露的话 脸更是黑得跟碳一样 夏末真怕 他一气之下 真的在跑去找木资源算账 万豪2%的股份 是够惨痛的 刘露暗暗砸折 现在的小孩子 打架都打不起了 动辄几千万 甚至上亿啊 夏末跟刘露 也就半个多月没见 两个女人 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一路上嘴就没有停过 以前 要是有人赶在车上这么过早 木孩羽早就让人 成团成团地滚出去了 现在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 时不时还能插上两句话 顾林北在一旁看得出奇 这结了婚的男人 还真是不一样呢 木孩羽不是没有瞧见 顾林北的目光 但是 他哪有自己亲亲老婆重要 木孩羽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 等到了美食坊 夏末再一次刷新了顾林北 和刘露他们两个人 对他的认知 我的天啊 墨墨 你是猪成精了呢 还是你变成猪了 你也吃得太多了吧 顾林北看着夏末 吃惊地说道 他跟刘露 还有木孩羽三个人 都吃饱了半天 夏末还在不停地吃着东西 夏末白了顾林北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才是猪成精呢 他现在是能吃了点 但是也没那么夸张呀 夏末怀孕 一过了头三个月 他就发现 自己孕期的反应好了许多 之前因为小诺米 突然受伤住院 他着急孩子 没有觉得什么 等小诺米出院后 夏末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胃口出奇地好 木孩羽也发现了 从那以后 木孩羽就开始了 自己填鸭式的氧气计划 因为李妈说了 多吃点孩子长得壮 而且对夏末的身体也好 夏末生小糯米的时候 身体亏损得太严重 所以木孩羽恨不得 一次性给夏末都不回来 所以不但不会劝夏末少吃点 甚至还会在夏末放下筷子之后 再劝他吃两口 你在剧组的那场意外 最后是怎么定型的 见夏末吃得差不多了 木孩羽才和顾林北聊起了正事 查下去好像跟林二少爷有关 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 顾林北之前 因为顾潇潇和万豪年会的事 暴躁了林二少爷一回 按理说林二少爷怀恨在心 故意报复顾林北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只是林二少爷 当时被送出了国外 顾林北就觉得 他的手还没有本事伸那么长 更何况他还有他大哥林大少顶着 不过对方既然让他查到 林二少爷身上 顾林北就知道 再查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 听说B市来了个苏市 根本是不少企业都有合作 顾林北虽然主要拍戏 但是顾家的产业 他也有在管理 苏振兴在B市的发展 他也有听到消息 苏市跟顾市的合作最多 很多事夏末并不知道 但是在商场上 穆罕宇清楚得很 只是穆罕宇不知道 苏振兴此番是为了顾夫人 还是为了面前的顾林北 毕竟顾市不是苏市最好的选择 提起苏振兴 夏末也没了胃口 他放下筷子 眼神复杂地望着顾林北 他跟顾林北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 那苏振兴也是顾林北的父亲 这件事到底该不该告诉他 诶 怎么这么看见我 不会是半个月没见 发现我越来越帅了吧 看见夏末一直盯着自己 顾林北突然凑到夏末的跟前 笑嘻嘻地说道 谁知话刚一说完 就感到一阵冰凉的嘻嘻嘻嘻来 果然 穆罕宇正一脸不悦地看着自己 顾林北赶紧坐直了身子 跟夏末保持安全距离 啊 木木 你家木总这战友玉 是越来越吓人了呢 你可得好好说说他 不然以后你身边连个男人 都不可能有了 顾林北摇头 一脸不赞同的表情 夏末好笑 有哪个男人会像你这样 动不动就突然靠近别人的老婆 要不就是言语骚扰人家 不光是穆罕宇 只怕是任何一个男人 都忍受不了顾林北这样的 穆罕宇的脸更臭了 这小子的胆是越来越大了 当着他的面就赶给他上眼药 真当他结婚以后脾气变好了 就在穆罕宇准备开口 让顾林北滚回去的时候 顾林北的电话救了他 是顾夫人打来的 顾夫人知道顾林北今天回国 但是顾林北回国的第一时间 没有过去找他 反而还在外面乱话 这让顾夫人很不高兴 这不 顾夫人又打电话催他回家了 哎呀妈 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顾林北接起电话 还不等那边开枪 他就赶紧地说道 要是给了顾夫人说话的机会 他还不得被骂个半死 你不用回家里了 我在你公寓这里 你等一下直接过来 我找你有事 顾夫人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难得没有骂顾林北 顾林北挂了电话后 无奈地摊开手 耸耸肩 太后的急诏 朕得先回宫了 赶紧滚 穆罕宇毫不挽留 让顾林北赶紧滚蛋 顾林北离开前 也不忘带走刘路 哎呀 我还想跟项目多待一会儿呢 这就走了 刘路被不情不愿地拉了起来 时刻跟着我 也是你做助理的职责 顾林北才不打算放刘路走呢 那你放我半天假行不行 可以扣工资的那种 不行 顾林北没有停住脚步 直接把人拉住了包间 顾林北 你个粥八皮 门外传来刘路的哀嚎声 夏末觉得头疼 这两个人吵吵闹闹的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修成正果啊 这两个人吵闹闹的